記得喔,像我今天選的紙就是 它的那個比較對比的顏色,或是藍色 那它其實是有點... 台灣小漢字 這樣我比較怕怕 沒有,那一個空車的四季 我們就通常煞車 那一個本來沒那麼多 那一個就...到那個四季的旁邊 大家都去看 那你也不知不知不知 那四季就說,找我有事嗎? 這樣是你嗎? 沒有,四季啊,大家都知道 那不知不知不知 四季,找我有事嗎? 很會講笑話 大概形狀好,稍微切一下 你不要直接去畫那個花瓣喔 你大概把那個大的形狀先切出來 花朵 對,花朵 葉子有時間就花,沒時間就算了 大概做一下 然後,你自由組合啦 就是說,你可以畫一朵,可以畫兩朵 那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我就只畫一朵就好了 那一樣,安眠的地方先把它拉出來 安眠的地方 包含這個影子的地方 一起把它做出來 這是黑色的? 還是紫色的? 不是,這是紫色的 紫色的,對 藍色的 這一朵 這一朵 這也是 這也是 他開始害怕了 女生站在那旁邊,他就會想 坐我旁邊又有一個苦瓜 開玩笑 他跟師兄 你這樣 可是我崇拜之心已經 燒剪 好,大致上把明暗先把它切一切 把它切出來 好,暗面的地方啊 陰影的地方先切 好,那我們用這種紫的話 就是代表說 我們等一下暗面的地方 我們就不用畫太多了 稍微把顏色稍微塗過去 一下下而已 好,那 呃,你們可能 這種粉色系你們可能比較沒有 到時候 等一下可以跟我拿 沒有關係 我那邊有很多 就是類似像這種粉色系的 就是類似像這種粉色系的 好 大致上把光影的地方 都先稍微拔切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可以開始畫亮的地方 那我們也不要一剛開始 就用到最亮的顏色畫 那一樣,就是說 你也可以像我們上次這樣 用那個 用棉花瓣來稍微抹一下 會比較細緻一點點 從最亮的這個地方先上 然後接下來往下拉 把它拉一個漸層出來 那它花瓣就會有一個漸層 這樣子 這大 看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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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個花花翻摺的地方畫出來就好了 這是亮面 對,這是亮面 那個亮面翻摺的地方把它做出來 按陰影的地方把它描繪出來 陰影的那個皺褶先把它描繪出來 這一層算是比較中間調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上一層亮色調的顏色上去 最亮的色調的顏色 那你這一層鋪色的時候記得要抹 因為你不抹的話 我們等一下可能 比較亮的那層會上不太上去 要記得把它稍微抹一下 記得不要把所有顏色會壓死 你在壓的過程當中也是一樣 最亮的那一點下了之後 下最深 然後慢慢提起來之後 然後一往這邊抹 顏色帶下來 它就會有一個漸層的感覺 利用那個 紙底下的顏色 它就會有一個漸層的感覺 你們要善用我們用來紙的顏色 否則的話我們選那個有顏色值 就沒有太大的意義了 好 那裡面的這個顏色 是比較稍微比較亮一點點的 你只要留下一點點比較深的顏色的 暗面的就好了 好 那這樣大致上它的那個花形 就已經跑出來了 好 好 這樣大致上可以看 看得懂 這樣子的做法 到目前為止是兩個顏色 對 兩個顏色 那接下來我們就稍微分一點其他顏色 例如說 暗面的地方 它顏色會有稍微亮一點顏色 所以我們稍微分一點那個 分一點孤蘭上去 讓它稍微提亮一點點 像這些地方 好 那暗的地方 這邊就是裡面的那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陰影的地方 好 稍微上一點孤蘭 好 上一點孤蘭 讓它顏色上面多一點點變化 請喔 不要太黑 那是算暗面裡面的亮 的亮 對對對 暗面裡面的亮 稍微帶一點點顏色上去 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繼續做 接下來用 更粉紅的顏色上去 那我們先上一點橘色上去 好 帶一點橘色上去 這次畫都是 邊畫邊畫 對 對不對 對 嗯 嗯 嗯 那下面我們原本畫的那個紫色喔 你要稍微留一點點喔 讓它色彩上面稍微有一點點變化性 好 那你翻摺的那個面喔 要稍微畫亮一點點 好 就是指說 翻摺過來的這個地方稍微畫亮一點點 那約到下面喔 稍微讓它漸層讓它慢慢的下去 但是這個 這邊的漸層可能會蠻快的喔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 用棉花棒稍微把它弄一下喔 這樣會比較 比較好做 這樣會比較好做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